之前我讲过说我觉得编织跟学英文 跟学习语言是一件很像的事情 就是它是有很多的重复 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German Show Rose 其实你应该做到这边有稍微感觉到了 它其实就是一直在反复操作一样的东西 那英文也是 其实你要学的话就是一样的字你反复的去使用 然后久了就会变成你的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用编织来学英文 或者是用英文来学编织 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一个选择啦 对我来说 Pill to Marker之后把Marker移过来 把记号讯移过来 然后继续Pill to Double Stitch